夏天到了 好多的话问我说 老花姨夏天可以施肥吗 我给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呢 你要去看一个植物的长势 你比方说我面前的桂贝竹 它呢是在一个生长期 它是不怕热的 因为这种不怕热 它可以正常的施肥 你如果说用到的 养造的是一些多肉 或者是牡丹 或者是种球类的 又或者说菌子兰和兰花类的 长势变慢了 生长的不怎么挖晒了 你这个时候用肥是不可以的 因为像我刚才上述的那些植物呢 一般在温度高于30度呢 就会陷入短暂的休眠 也就跟人一样 中午呢会睡一觉 您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不吃饭 具体呢还是要观察植物的长势 如果说正常的开花 正常的生长 您就正常的施肥 如果说长势比较慢 尤其是多肉的这些 在夏季高温 您千万要停肥 要控水 让它安然的度下 你要盖它这个点 还有呢 再给大家说一个题外话 好多话说了 一开花期要不要施肥 开花期有人说要停肥 在那里 像这种花苞漏涩了就停肥 这个事呢 你要了解啊 植物它是分为主要的元素呢 是蛋里鸭蛋肥供给叶片 磷肥是供给开花 甲肥是供给 结果还有快筋类长得更大的 您如果说开花期呢 可以正常的用一些 磷酸性鸭 或者是官花型的营养液 而不是用一些 大量的官叶型的营养液 光脏的生长 要不然的话 会导致花苞的一个枣线 您简单的一盖它 好了 夏季呢 雅花 它就是要做的就是控温 控水控肥 还有一个就控光了 不要让自己的花晒过头了 等等一系列的 觉得不着急点个赞 有其他养问题呢 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近男一 下期再见 拜拜